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來到台新聞現場 再過三點間新的一年就來了 祝大家新年快樂 今年跨年天氣是比較冷清 大家要注意保溫的問題 另外跟大家報告一個今天的好消息 今天股票繼續往上走 說在8188 很多人在討論為什麼是8188 跟那個諧音發一 發又發發是不是很類似的 是不是新年的一個好的彩頭 所以包括今天晚上的節目 我們需要用比較輕鬆的角度 也看看展望新的一年有哪些問題 是共同要來解決的 祝大家新的一年快樂 我們共同攜手共進 現在現場六位貴賓 第一位是跟馬英九四十幾年的老朋友 王小波王老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還有鄭沛芬鄭老師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神父熊沈醫師好 還有我們的司法專家易鴻 大家好 胡宗慶胡大哥 還有非常有名的政論家 大家好 來大家看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最近很多人在罵馬英九 可是除了今天股市又漲了 18個月來 就是最近這一年半來 最高峰之外 很特別的一個人 林左水今天寫了一篇文章說 給馬總統一點掌聲法 來我們來請教一下沈醫師 今年最後一天啊 看起來馬英九一個好的兆頭嗎 我覺得這個是過分解讀了 我覺得林左水是很不一樣的民進黨的成員 他的黨性是很強 但是又跟其他很強的黨員 又有點不一樣 他關心的領域很多 他很有學問 他寫的書很厚 雖然賣得不怎麼好 但是他特別在意的是兩岸政策 所以以他的一項的信念 他是認為兩岸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一環 所以既然是外交政策的一環 他希望黨內 結果國內就是說 不管朝野藍綠應該聲音越一致越好 所以他今天讚美馬英九 尤其說他是讚美馬英九 不如說他已經期盼 有這麼一個比較統一的 比較一致的聲音出現 所以他忍不住就說讚美他幾句 但是尤其說他是讚美馬英九 不如說他是對那些 發不同聲音的那些大佬 本來應該走進胡中心的歷史山洞的 機器又跑出來亂放話 他大概忍無可忍 所以他其實是在指著英九罵那些大佬 應該是這麼講 但是我認為也不只是林佐水看不慣 今天全國除了宋楚瑜以前的老朋友 也就是說現在還在政壇活躍 但是系統上是屬於親民黨的 還多少為他講一些話以外 我聽全國沒有一個人挺連先跟宋先生的 所以這個其實今天佐水寫這篇文章 我覺得沒有什麼稀奇 我跟他多年的老朋友 我一看這是 我反而覺得稀奇就是說 這個事情你還要寫文獎 你還要寫文獎 來來請跟文獎姐 我們快過年了嘛 講些好話嘛 林佐水說為什麼要給馬總統一點掌聲 他說什麼 對於最近整頓跟中國協商的對口單位 總算好不容易做對了 他馬英九這件事情是做好的 包括他的陸委會總統府的發言人 海基會針對這次的事情的發言 都難得鋼槍有力啊 總統太久沒有聽到掌聲了 大家過年嘛 給他一點鼓勵啊 好不好 佐水兄這個說法我同意 我認為對馬總統有很多批評 只要在理性的基礎之上 我們應該持續批評跟監督 馬總統也要接受人民 對他合理的監督跟期待 佐水兄這個說法我為什麼同意 連我這個局外人 光看報紙光看電視我都知道 未來台灣跟中國的制度性協商 特別是這次的四次江神會 馬政府有一個很清楚的 但是沒有拿上檯面來說的策略 就是在形式上 現在雪梨在跨年放給我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畫面好不好 來 有點過年的氣息 我會想看看 我感動喝 我不想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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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星 不想喝 我就想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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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接待的层次上 我们希望它地方化 同时在谈判的内容上面 我们让它所谓经常的事物化 我觉得这四个东西 是整个台湾多数人民 共同的一个什么 对于未来跟中国改善 双边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热烈的 友善的 跟中国改善关系 但是我们自己的主体性 我们应该要有所坚持 我觉得马总统在这次处理这件事情上 这些原则我是给予高度的肯定 来 胡大哥怎么看 我是一个媒体人 我当然不反对说给马总统掌声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坚持 我们的立场 我们的职务就是 向掌权者说出真话 所以看状况而定 像这次四次江神会 如果站在国家利益的 敏伏子立场 我当然愿意给马总统掌声 像这次两会协商 特别租税条例 严割了 这个严割 或者是一种 这个谈判的策略 或者是为了顾及台商利益 我都赞成 或者说我是赞成的 但是我也不反对 也不要一意的贬义 别人说 别人就不能做 不是这样 没有错 正常的渠道 管道是两会协商 但台湾是一个民主多元社会 很多的机构 二轨三轨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否认 所以我不愿意去谈 其他大老师 我觉得事实上 如果以多元包容 事先好好沟通的话 尤其不用到后来是 互相在开记者会来对抢 但是我关心倒不是两会协商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说落正不顾 这个禅宗说落正不顾 瓶瓶罐罐 掉了 挑着那个挑呼 瓶瓶罐罐破了 不要回头了 往前走 落正不顾的典故 我倒希望年终最后天 要请教马总统说 请问你的执政愿景是什么 你怎么落实 你的领导力怎么样 我问题也是一个挑战 也是一种期待 我这问题 我倒希望马总统利用过年期间 两三天休假好好思考 你过完1月1号2号4号上班了 你怎么带领台湾给我们愿景跟希望 这才是我最关心的 义宏我们快过年了 我们今天特别挑这个题目是什么 因为他跟蔡英文这是一个对比 蔡英文你看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讲好话 第二个人家是很清楚说 他这次在整顿整个台湾对中国协商的对口 他说该给掌声的 这个难力没有关系 该给马英九掌声就给吧 其实我相信马英九也不反对 宋楚瑜跟连璋跟大陆进行他们的交往 我觉得他不会反对 只是说人家这次来是江神会要谈 有关相关的协定制度性的协商 这种情况下 你时间有限警力有限的情况下 你不要又去请来请去 搞得大家行销不好 为安出问题 我觉得马英九的重点在这里 那甚至大陆方面他认为 民进党要跟他来往也可以啊 那问题是不管你是破冰是因你而起 或是后来你要协助两岸关系的进展 最后还是要回归以政府为主 难道你政府党可以去签 所以签说我代表政府去签吗 当然不可以 你们都是在协助政府 那你在协助政府的情况下 当然是配合政府的安排 这种情况下你何必去 增加马英九的困扰呢 我觉得大佬不应该这样做 否则你就不配资格叫大佬 来来 郑大姐 这几天在电视上批马是瓶瓶瓶瓶瓶的 火力是很猛的对不对 我问你一下问你一下 你怎么看林佐水这样的一个 其实我跟林委员蛮熟的 林委员会写这篇东西 我觉得我同意沈大佬刚刚讲的后半截 就是林佐水对于国民党一些前朝的大佬是很有意见 所以他会写这样一篇有道也是正常 但是我觉得一般人会认为 我记得那时候马英九刚上任的时候 有一个报纸有一个社论写 国民党马英九面对的问题是八大佬跟五条路线 这五条路线就是两岸 我们再看一下真的就是五条路线 其实我想马英九执政以后 他真正要的就是两岸他要主导 没错这一次江城会因为我人正好在国外 那回来看到A咖C咖炒成一团的时候 我觉得也很荒谬啊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那些大佬们 就是说每次要请客宴请 因为他们常常去那边被人家请 所以回来显示自己的关系 但是其实这些大佬们五个管道去的 有一些大佬们国内很多人也在讲啊 他们很多人都在做生意 所以在拉关系或者带很多企业家去 所以他们要扮演那个角色 那来总是要请人家一下 可是我觉得不管你怎么样 刚刚一鸿兄讲的没错 政府才能拍板定案 我记得那个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记得这些大佬们也去嘛 你再怎么跟人家做成任何的协议 政府不承认就不承认 我想全世界政府都一样 政府才是真正的主导人 只是马英九这一次 为什么惹火这些大佬 后来我接触一下 我就发现就说 他大概是真的手腕比较粗烈 没有真正的事前委婉的沟通 这些大佬们你知道 就会觉得没有被尊重 然后当年也有破冰 当年也有这个什么国王会谈也好 这个连战的这个南京之行也好 以主席的身份 那今天没有被尊重 所以会有怨言 我想这是很正常 但是有的主席骂成那个样子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现在今天不单纯在谈的是什么 林佐水说给马英九掌声 你做马英九那么久的朋友对不对 虽然谁这么多人骂他 今天突然有人说 而且是民进党的以前的大佬 立委在赞美那里怎么看 这里刚才这个沈大佬讲 这个林佐水是把两岸关系当做外交关系 这是他的台湾独立的立场 但是他用的对中协商 那么老实讲 我所了解的马英九绝对不称大陆为中国 只称大陆或北京 或者说是称中国大陆 马英九认为大陆是我们的啦 对 所以那你称大陆为中国 那他是什么呢 他是哪一国呢 那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有关于这个 刚才提到的这个租税协定的问题 租税协定的问题为什么临时被卡 我是在媒体上是看到两个原因 但是现在为止还没有公开说是 究竟是哪一个 一个说是我们这边抽调的 还卡的 另外一个呢 是说是大陆方面这个抽调函卡的 是因为这个香港反对啊 现在究竟是哪一个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那么有关于这个大佬请吃饭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些大佬呢 当然陈云林来这个人之常情 然后请吃个饭 那我也很坦白讲 我也认得这个陈云林啦 我也想做东西请陈云林啦 那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这样子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团体都想请陈云林啦 结果甚至于连晚上的一个座谈 宵夜都不拉我们请啦 那这个呃 在这里呢 我觉得这些联颂 我也都认得 联颂选举的时候呢 我跟他不认得的情况底下 我们还帮他忙 还替他奔走 那么我也希望他们呢 能够了解到 虽然中国人是重人情的一个民族 但是呢 这个中国人也讲得很清楚 这个大夫无私交 这一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今天在各地方首长宴请的时候 已经安排他们出席了 也没有安排我去出席啊 是不是 那我也没有讲话啊 是不是 好了 沈律师现在今天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今天股市继续涨啊 涨了75.83点 最特别是什么 8188 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这个不是只有这一次啦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股市这个规模是很小 比较浅 所以呢 我常常觉得说这一支啊 这个看不见的手 在操控 实在是很奇妙的 像这个8188 这个 这个音就是说发一发发嘛 这个好像就是说还没有开 就是 走到一半的话就好像有人发现了 那后来果然 有的时候我在盘中我猜的蛮准的 比如说今天我大概觉得说 它要上涨60点 但是还有两个小时 那这个两个小时太长了 这个60点 这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它让它上 它会超过嘛 所以它就混时间混个一个小时 然后呢到了最后才上去 台湾的股市比外国的股市容易差 但是这个是废话啦 因为这个8188是说的好玩啦 但是我必须讲 这一波段的涨幅 有人说是78点多百分比 有人说是81百分比 反正是在全世界排名都是在前面 是有一点违背常理啦 不管你是依据波浪理论啦 费波南希理论啦 什么理论啦 都有一点出乎人家意外 但是这种量不大 晶晶涨的 没有胆子的人都没有赚到 不是 文家 比较特别是涨幅 今年全部股市的涨幅是78% 已经接近百分之百了 可是你看 包括8188这么好 也没有人出来帮忙19股涨啊 怎么回事 他自己的观点不会讲吗 没有8股涨怎么回事 这整个社会气氛有问题吗 我觉得是有点问题 今年股市涨那么多 我个人观察是有一些 热钱炒作的嫌疑在那里面 不过他某种程度也反映了 我们实质产业是有复苏的 动力跟迹象 而且在未来新的一年里面 这个迹象跟动力会持续的 乐观好转 而且那个动力是不是源源不绝 我个人更关心的是 不要只涨股价指数 我更希望能够涨我们国民平均所得 不要看到股价的溶解 我希望看到的是 失业率能够下降 让每一个基层的老百姓 在新的一年能够比今年更好 义 这个事情如果以前在李登辉当总统 慈治美当总统 不得了的事情啊 满久都不会讲 这个股市涨 就是神道老讲的 像他那种大户赚到的 我这种散户没进场就被 被嘎空了 我嘎空手了 我也没赚到啊 那你找到最后有钱的更有钱 那个已经失业了根本没钱买股票了 那心里怎么想呢 所以不能看股市 但是股市它是个橱窗 代表大家对未来经济的信心 所以马英九讲说 以后经济会更好 这是我是相信的 我必须马上修正一下 抱歉啦 因为如果说今天有人为了 这个股市8188出来赞美马英九 那真的是肉麻当有趣啊 那这个真歌功送得到 歌功无可理喻的程度 为什么呢 因为股市是领先指标啦 那刚刚文家讲的那个失业率 那是落后指标 这个是这个共和党就讲说 维根就讲说 这是trickle down theory嘛 就说好像你倒香槟酒啊 现在只倒到第一层跟第二层 但是如果继续容景 继续复苏继续维持的话 这个香槟酒会继续下来 这个大概要6个月到8个月 或是一年的时间 要等到我们的基层劳苦大众 都同享到这个景气复苏的好处的时候 自然而然长生就回来 这不能单靠一个人去鼓掌 其实股票涨 刚刚主持人说为什么没有人来称赞 其实你要这样子看一下 我觉得很容易理解 因为整个大环境也好 整个问题啊 大家不是很快乐 就是整个社会上 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也好 一般的各种各行各业 它不是那么快乐 所以光是股票涨的时候 真的还没有高兴到跳出来称赞它 我们在讲说最近比如说像美国流肉的问题 像这个两岸那个A卡C卡还没炒完吗 最近还在吗 疫苗的问题 疫苗 对疫苗的问题 到底要打还是会打死人之类 都没有讲清楚 所以老百姓并不是在一个很高的那种 兴奋的一个状态 所以不会有人跳出来 所以刚刚沈大嫂说 这个时候有人真的要出来的话 会感觉肉麻 会有人会觉得你在拍马屁 我猜是这样 所以那个气氛没有让你会兴奋到真的跳出来说 股票涨了 荣景很好 因为事业率还是很高 所以再过两个半小时就要跨点 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是不是可以就是认识 不好的啊 继续骂它 好的地方该股涨的就要股涨 包括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 今天不是只有林首席写文章 说给买酒一点掌声吗 今天南方说骂的更凶 我们看看南方说等一下骂的有没有道理 来马上回来 好 好